好 回來了 除了是這個復仇者之外 也有其他事情講一下 當然是阿Gia去講 你剛剛從台灣回來 講完應該被人罵 為甚麼 我今年完了香港國際電影節 這個非常好的電影節之後 我就屁股行 看到別人台灣的一個叫金馬奇幻影展 簡單講何謂一些奇幻影展 可能他都是選一些比較fantasy的東西 富川有自己一套準則 金馬奇幻都有 最主要是一些比較天脈行空一些 或者一些恐怖片 經歷片為主 相對來說奇幻影展 可能以選片的口味來講 我覺得可能就會比較貼近大眾一些 變成他未必主要以藝術性 或者其他因素去考慮做選片 今年的金馬奇幻影展 就在4月13至4月22日舉行 我是在尾段才去的 即是我是20到22這段時間 在台北看了 看了4套電影 先講金馬奇幻影展 場地 因為他主要的放映場地 就會在這個新光影城 還有在這個叫做 接通道 一定行到 還有在那條街上有不少住宿的地方 如果你主力想看金馬奇幻影展的話 可以選一些就近的地方去住 新門町 有便宜有貴自己任君選擇 這個不多說了 先講一講怎樣買票 買票來說其實很方便 他比台北電影節更方便 台北電影節更方便 因為他是用iPhone的系統 iPhone的系統 首先你要先登記戶口 還有要登記電話號碼 有可能是要用台灣的電話號碼 如果你不用台灣的電話號碼 他可能做不到那個認證 因為他最初的時候 我們都說過台北電影節 他可以上網買票 之後就開始沒有了 然後如果你要賣搶票的話 你一定要拜託你台灣的朋友 幫你買票 但今次金馬奇幻 是不需要這個問題的 金馬奇幻 你只需要早一點上網 註冊了一個會員 然後在4月1日下午1時 他就網上公開售票 我當日就非常之有幸地 買到 我看了4套裏面 有3套其實都是滿場的 都是受慶票的 很多電影都受慶的 其實很誇張的 今年好像70幾至80套 Exactly的場次我不太記得 還有你買票來講 只需要選擇日期 然後按進去選張數 你可以選擇座位的 那我就沒有選擇 因為對於我來說 最重要先搶到票 我怕這件事 選擇座位 它是會自動提供座位 Random Random給你的 它不會Random 不會的 其實它很正常 它Random的位置給你 因為我估計它應該是照 後面這樣排給你 因為你知道台灣 看電影 就是沒有座位表給你看 沒有的 對啊你進去 然後坐在中間 然後受騙員告訴你 你想坐在中間還是前面 一般受騙員會跟你說 可能坐在哪裏 是否OK 你可以問他拿一個 大約在哪裏 其實他都會給你看 多數都不會的 因為多數我看那些電影 都沒有什麼人的 所以我會自己走位 很差 香港那些全都會有座位給你看 但是金馬奇幻來說 你都可以自己選擇 那我為了盡快買到 心頭好餓 我就沒有特別選擇 還有我想問 金馬奇幻 你買一些搶票 大家都知道 HI 不要說了 在香港買票 香港的系統 你在付錢的時候 就突然彈出去 那你今次今晚 我香港 香港我買票的方法 是靠朋友 因為有朋友去票房買 還有我臭小子 在香港國際電影節來說 基本上沒有哪一套 我覺得我錯過了 是有所謂的 因為我基本上都是選擇 某類型的電影 還有幾套經典修復的電影 如果真的想看那些電影 其實我可以看電影 已經可以看得到 但是金馬奇幻來說 首先買票的整個流程是很順暢 因為其實我應該分了三轉買了五張票 很快就買得到了 香港的進不了 哈哈哈哈 不會說進不了 按不了 沒有反應 去到給錢的時候 散出來 爲什麽 爲什麽 其實原因很簡單 就是現在 雖然說 這個系統上升了 但它最多是同時容納 1250個用戶去買票 你想一下 你撲什麼王子華那些票 喂 數量分分鐘 這個數目幾十倍 人數下 什麽 人家現在改善了 這次王子華這個 不可以讓你按F5 哈哈 所以如果下年大家有興趣的話 可以 或者今年 是不是10月 10月 11月就金馬影展 11月 應該11月 頭到11月尾 三個禮拜上 很多東西看的 如果真的想試一下的話 我建議金馬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因為你可以上網買票 上網買票 還有 講錢商感情 不講錢 好像很難去預算 去花多少錢 那我在4月1號買的時候 它屬於一個預售期 那它的預售期 應該是由1號到12號 還是不知13號 那一張票大概是159元台幣 那我買了5張都是 800元台幣內 那匯率這些自己想 我沒有空去計 我可以比較 你去台灣 平時一般雙型戲院看電影的價錢 應該大概都250到300 287 如果你看 我當你在新門町的IMAS 看電影就280 台幣 是 所以你說票價來說是便宜了 即是比起普通戲院 是便宜的 但香港不是 香港差不多 你知道香港捉錢是多貴的 香港還要貴一些 有些 還有 甚至你過了這個預售期 買一張好像都是200元台幣 200元台幣 好像是 200元台幣 其實很便宜的 真的很便宜的 對比起香港來說 是 非錢就相信不是一個問題 因為我當日買的時候 我是連閉幕那套市長夫人的秘密 我都買得到 所以如果真的 可能你有幾套想看的話 你是可以說 可能逐場逐場你想買的 先買了 或者你手快的 按完之後馬上付錢 之後你可能其他看不到的 你再買都可以的 因為我就分了三轉買 五張票 那你買完之後 它不會寄來香港給你的 是啊 那你可以說到時候 憑著QR Code 去那個戲院場 就是戲院外面 它會有 有個檔檔的 有個檔檔 因為我在新光那邊拿的 新光它有個檔檔 專門拿的 那裡 它有幾部機 我去到的時候 都可能 挨近那個旗尾 都沒有什麼人排 還有工作人員都很幫助 一切都很順利 整件事都很順利 整件事都很順利 如果真的想去看 我想 你買票和拿票 那些就不是一個問題 其實金馬奇華的品牌 都做到很大了 近這幾年 其實都已經有口碑 還有很多觀眾去學 不過說起金馬奇華 其實它算是一個金馬影展的分支 分支 香港國際電影節 也有夏日國際電影節 夏日國際電影節 的規模 沒有那麼大的 它選了大概三十套 三四十套 今馬奇華人都不是太多 還有今馬奇華人 它就沒有了中山堂 它就主要集中在新光影城 但是夏日國際電影節 我覺得它 它的取向就沒有 奇華影展那麼清晰 夏日國際電影節 其實變相來到一個 比較小型的香港 就是一個填補 一些片沒有選到的 然後夏日國際電影節 就選回來 如果有些新的東西 就放進去 因為它之前也曾經做過 伺客煉品糧的 那些就大堆頭 那一年是代表作 那我可以說一下 Gear 你看了哪四套 我看了四套戲 分別是這個 寶萊烏之愛的別酒 好 那是印度片 是不是SRK 那有這個 My name is Khan的SRK 和來自星星的PK的女主角 那第二套是這個 吉田大伯的第一套 執導的電影 吉田大伯是何許人也呢 那是拍過這個 紫月人差香港的 《聽說同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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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退學 要退寫了 要退寫了 那它有一套作品 叫做《窩囊廢門別輕是我們悲傷的愛》 就有這個佐藤江利子 未崩壞錢 還有永賴靜民 另外一套其實是翻看的 就是香港國際電影節目有選影的 叫做《最終幻想少女》 那一套其實有很多人讚的 那一套好像是 《重本內水》 《重歌沒憂》 《重歌沒憂》 台灣就叫做《被愛妄想症》 還有最後一套就是閉幕電影 是連疫期的新作 《視像歡迎的秘密》 我看就這四套 那一套買了叫做《保羅烏茲賴》 就是我自己睡過了 看不到的 哈哈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這個很壞我承認的 哈哈哈哈 還有講戲之前 先講她一些周邊的人 她是很貼心很舒服 她開場前說可以入場了 還有還有幾分鐘開 其實她會說的 還有入場之後 她應該不讓入場之前 她會提醒你 她會有告示寫明 開場後二十分鐘 就不會再放人進去 嗯 這個我都說是一個很好的做法 其實以前好像香港國際電影節 都會說開場多久 就不讓再入 我剛剛講過了 《頭北電影節》是十五分鐘 差不多十五至二十 其實 二十分鐘 二十分鐘 這個是 其實是正常的 正常的 你看不到頭 對 另外 我覺得有一件事不錯 是她 是賣了飛的那些場次 會有一個叫做滿場慶的 一個抽獎活動 真的有個理由去抽獎 氣氛很好的 因為她有抽機票 哇 撫航機票 撫航也好 她是去日本的航點 好像時間 或者去日本哪裡 你可以自己選 抽中了的話 還有有些就是抽 這個 官方出一些周邊商品 嗯 好像還有其他東西抽 我不太在意 香港國際電影節 都有抽獎環節 我看其中一場 是有抽獎的 但好像觀眾都不知道 發生了什麼事 她有宣傳的 但她就不記得做 她有抽到那個 是呀 我都不記得做 算了 人家是被機票的 你說雖然是怎樣的 她不是長場 我看四場三場裡面 有一場是抽機票的 好呢 還有她有一個活動是 所有買了日本片的觀眾 另外有一個抽獎 是買日本片的觀眾 滿場 她就官方在Facebook上面去抽獎 公佈說誰得獎 挺好的 是啊 所以 撇除市傑的東西抽獎 不要說了 說錢真是相感情 這個我不是親身在場 但我希望下年如果我再去 有機會可以試到看到 她播一些經典戲 就是恐怖樂器晚會的時候 她官方出了一些報道 是那些人真是扮演戲裡面的人 是的 的一些打扮去看這場戲 所以這個是 好玩喔 戲分來說我覺得是真的不錯的 嗯 還有甚至我看寶萊烏之外外面 就是星期五下就四點長 正常上班上學時間 有些可能是公放學的 都接近滿場的 嗯 因為我看到頭幾行的人都坐爆 還有那間新光影城應該都不小 很快的 大戲院來的 大house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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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少坐到二百 二百至三百來的 嗯 都心想 咦 為什麼都這麼fullhouse 不用坐 可能是 請假 是的 反過來我在今年香港國際電影節 就很少見到這些 這麼人山人海的場次 有 有 你看大師那些就是 我衰 我沒有看那些大師班 你沒有看林青霞這些講座 是的 就是我衰 這些當然是我衰 但是還有她的氣氛啊 各樣都很好 那甚至我看那個 《窩囊廢門別輕是我們悲傷的》 那個名字很長 那一場就吉田大伯 在台灣最後一場QA 嗯 那 我很印象深刻 他有兩場QA 我看的時候只有兩場 那個programmer 或者他是一些工作人員 他走出來 他說為什麼要選這部電影 他說幾句 他不會太深入 就說這個 這個 然後講解一下 然後介紹那些嘉賓出場 其實你會覺得 起碼你會知道 為什麼他會選這部電影 嗯 那跟香港有一點點不同 就是 你不知道為什麼他會選這部電影 就是純粹要有一單 扔了一些片幕 有嘉賓來 那可能就是那個嘉賓 和那個叫做CII 兼翻譯的人 在說幾句 就開始QA 那個分別很不同 就是你起碼都知道 為什麼他們會選這部電影 或者這部電影 有什麼他想我們觀眾去留意 其實這件事 在於觀眾的角度來看 是挺好的 那所以這個是 你會覺得 我看這部電影 為什麼他會選 起碼他會跟你說 那 那 以可能《窩囊廢門別輕事》 他會說 就是這個導演的作品 可能台灣的 播了不少了 但是他第一套作品 反而可能沒有什麼人看 就特意選拍這場 還有請了導演來做一個QA 那導演都說 其實這部電影可能七八年前拍 他自己再看一些東西 其實 就是 為什麼我當時會這樣拍呢 就是會分享一些趣事 還有 觀眾是很留心的 還有都問一些問題 可能有些是很熟悉這個導演 就說 我看了你幾部電影 都可能說 有些這樣的情節 是否特意都是這樣的 還是你自己寫劇本 會問這些 那 你會覺得 真的 聽這個導演講話 或者聽觀眾的問題 你會有些東西得著 可以代走 那 香港難一點 因為有些人可能會問一些 怪一點的問題 但是 這個是挺舒服的 你去看這些QA的時候 還有看閉幕的時候 那個氣氛更好 因為他直接找了幾個主角來做宣傳 去抽獎 各樣東西配合都非常之好 所以 以氣氛來說 我覺得都不錯 大家如果想看一個小型一點 那氣氛又很好的電影節 是今晚期環OK的 嗯 講起影戰 就是我上網找回今晚期環影戰的資料 他有一套戲叫Surprise Dream 你有留意嗎 有 那些叫做神秘電影 神秘電影 即是驚喜場 他不預先告訴你 告訴你那套什麼戲 但多數都被人賣光的 他只是告訴你那個級數 他有兩套 一套是香港照片叫做半逆星巴合 都有滿賣光的場次 一套叫做NG的人生 德國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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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委內瑞拉導演的 嗯 會有 旗華影展都會有這些 因為之前我看《富村》 都會有些surprise film 那你今次看了哪一套 當然我最想知道是連逆期 因為其實連逆期 我只看了《命運化妝師》 其實那時候 我覺得一套一般 《命運化妝師》就是 有個驚喜就是 表面上你好像在看一個 懸疑的故事 是 實際上有霸氣 實際上是說一對女同性戀的感情 是的 連逆期這個導演其實是 我覺得和一般台灣導演有一點不同 他的風格是比較 天馬行空大膽一點 嗯 他可能說一個故事 可能說警匪片 他會拍了做一個喜劇 一個瘋狂喜劇 去到這套《市長夫人的秘密》 其實這一套戲是比較 都是台灣觀眾向多一點 因為他有一些是 可能當地政治因素的少鳥 老實說我不是太會笑的 但是這套戲其實 整體來說 娛樂性 喜劇考那些都做得好的 他找男主角叫做張少懷 就是之前《命運化妝師》都有做的 哦 我知道誰 另外兩個女主角 一個是柯家燕 另外一個就是陳喬欣 另外的男配角就是明道和馬志祥 那他有些怕其實 你不是台灣人你都會笑的 例如可能他說介紹 因為馬志祥的角色是一個市長 他說第一個原住民的市長 還做過蔡德克巴羅 那裡全場都笑得很精彩 還有他的故事就是 講到一個電視台 一些綜藝節目的愛情大師 然後被人發現在一些叫做防波堤裡面 被人困在裡面 然後發現原來他和這個市長夫人 可能有這個 有一手 有一腿 那他慢慢去說 原來這個可能是一些陰謀在裡面 都是一些少少 怎樣 懸疑的元素在裡面 但是一個喜劇來的 那對比起他對著一套 在香港上的戲叫做破局來看 那他回到台灣拍一些他傻家一點的東西 其實是很好看的 嗯 還有其實他的片名本身都是 就是有一點點食字 因為Jacky在台灣就叫做第一夫人的秘密 哦 就是Lathanie Polman那台 我明白了 我明白了 那他在這一套戲叫做市長夫人的秘密 就有一點點食字這樣玩 玩一些gag在裡面 那這套戲 我想香港未必會想 但是如果大家有機會的時候 應該要看 因為它是一套很好看的戲劇來的 那那個橋段來說 不能夠串竅 因為它真的鋪 那些伏線那些是鋪得很好 還有它也有一些很感動到人的位置 在裡面 那台灣就5月11號上 那大家可以留意一下 嗯 另外我最想說一套其實反而是印度片 SRK那一套 寶萊烏之愛我別走 因為我對上一套看他的戲 就是一套印度片叫做Fan 那一套他就扮這個 扮自己 還有扮一個模仿他的狂迷 嗯 那這次看他來說 因為我之前看過他的戲不多 是如果愛在寶萊烏 還有剛才那套Fan 那這次看我自己反而覺得 如果可能香港片商買 可能會怎樣叫呢 我覺得有少少像秋天力童 因為它是一個有少少爛爛爛的一個角色 那比較上來說 你是不太見到它那個 就是它的魅力是收斂了很多 但是整個故事是很輕鬆很好看的 因為都是一些比較老土少少的橋段 因為它是一個導遊 那帶完團之後呢 有一個團又說 不見了一隻訂婚戒指 我要你這個導遊陪我去找 因為你這段時間serve得我們很好 我們家人對你很放心 所以這個月我照給你錢 總之你就要陪我去找一隻訂婚戒指 那印度人來說錢不是問題 戒指是一個問題 就是本身他都不想的 我都給你玩了一個月 還不夠 我有其他工作要做 他說你不做不要緊 我就投訴你 愛於這個不想被人迷惑的文化下 他老闆都叫他 你陪這個女人去找個戒指 對 女人去找個戒指 沿途就說他們一路鬥氣 然後又如何拆出外貨花 就是這些老土東西 就是老土東西來的 但是你看又很好 很開心 你看到這兩個人在角力 那個小姐又說 不要緊 你繼續去玩 你當我是你認識的女人 因為SRK始終都是帥 就是覺得你這麼喜歡追求女人 你就追求一下我 我現在有這件事 我現在要想問幾場 兩個多小時 正常的 正常的 這樣的時間 但是很好看 就是你覺得 尤其是你看她兩個男女之間的角力 其實是很有趣 有時候你看到底是不是 就是兩個真的拆出外貨花 還是還是 其實兩個都是玩玩玩 其實那些錯摸的東西 都很好看的 嗯 那你說兩個多小時 就是看的時候 你不會看錶 你會覺得 到底是真的兩個 是鬥氣 還是真的已經拆出了外貨花 那這套戲 我好看的地方在這裏 還有一件事 都是跟香港國際電影節看齊的 是怎樣的 它有intermission 那個自出 但是沒有intermission 哈哈哈哈 那其實如果剛剛說 Thomas找到了 146分鐘 143 143分鐘其實 在香港來說 是不需要有這個mission 是不需要 可能和intermission 都是純粹的 這個是引導的文化 還有其實它的評論位 都是 就是你會有少少像是上半場 下半場 那有少少不同了 因為下半場就開始 就是講他們的感情 再進一步去發展 那些風格有點不同了 就是上段可能輕鬆 後段就 上段就是鬥氣 下段就鬥少了 有些弱心了 就是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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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們兩個是不是真的 哎呀 真的很好看 希望有機會 可能 香港下國際電影節可以播 或者 我覺得其實你不覺得近幾年 其實呢 少買了一些印度的 少了印度片 少了台灣片 不就是買 阿米亞卡的電影 因為一定能收到 對 因為拆開一點點說 這個打死不靈歌聲夢 是成功破千萬票房 成為第三 排列第三位的印度電影 對 排三名 三名都是同一個電影 都是同一個電影 都是阿米卡 CinHub 其實CinHub 選了幾套印片都好看 但是他的宣傳組路很差 即是沒有關係 即是說宣傳發行 真的跟別人安樂比 是差一點 哎呀 不是差一點點 差了一條街 好像不想做 大陸呢 最近就開始上這個 巴火巴黎王儀 是啊 但是大陸的版本 是剪走了20分鐘 是啊 是啊 但是很多時候 上任片 他都會把一套剪短了 那即是 如果想看 不如去台灣看吧 台灣出了碟 出了碟 台灣出了碟 還有一套 還有一套 要起跑線 大陸和台灣 口碑都很好的 那個是 那個演員 Evn Khan 對 因為現在有病 所以他又要忍退一段時間 Evn Khan 其實之前 香港都上過一套 叫做 美美情書 Lunchbox Lunchbox 很好看 但是這套 其實起跑線 它其實應該是香港上的 因為它涉及的東西 其實跟香港都差不多 但是 即不是Avn Khan 就覺得 難一點 是啊 不要了 其實 你們有些眼光 選一些好片 是啊 講完戲之後 其實有一點點補充 因為我覺得 金馬奇幻影 只有一件事 是我打開眼界 是怎樣 它會有個告示去講 有哪些戲 你已經入發行商買了 上網都有的 不影都有的 好像 不影都有 預計會幾時上 那我都口癢地問一些人 咦 為什麼你們會這樣公佈 因為可能一些規定 但是 它都會打個底話 但是最終 可能片商會怎樣上 怎樣放 其實我們都未確認 但是我們知道它買了 和預計幾時上 那麼這一樣是幾好的 因為 但是 坐於一個影迷 你去看影展 其實 不要說錢 因為 最主要就是 在這個有限的影期裏面 你是想看的戲 你一定排先後次序 是啊 如果你知道它會上的 可能你會把那個priority 擺後一點點 但是雖然它 而且它 其實它 比起正價戲來說便宜一點 所以我想 都不存在一個問題 因為有 例如 我看這個 《被愛妄想證》的時候 已經是公佈了 會六月 六月一 還是六月十三 是會上的 但是我看那一場 都是full house 其實是 為什麼要收手買賣呢 香港呢 如果你想看那套戲 會不會有正常呢 其實有兩個方法 第一 就是你要看那本 Catalog 不是不用錢拿那本 要錢那本 要錢給一百元買那本 那本 說錢的雙感情 不要說了 它是會有寫 香港發行箱的 有些它會有寫的 一點點 第二個方法 你去電影節的網站 看那套戲的trailer 看看是不是那個發行箱 丟出來的trailer 有些 有發行箱 它是會印上公司的名字 嗯 這個高登斯齊 會有關公司的名字 你又可以看到哪些電影 是有發行箱的 一個我們用的方法就是 看看它有沒有中文字幕 突然間不行 不行 現在多了很多場次 還有以前 就算你用有沒有中文字幕 你也要看有沒有利希神基金 是啊 所以這個都不是很準 現在就不準 因為現在有百多套字幕 多了 還有它現在有些電影的字幕 它是自己製作DCP的 是啊 即是印上去的 即是它自己重新製作DCP 在一背上畫 是啊 所以 可能有些電影的限制 它擺放那部字幕機 它就要這樣做 是啊 所以我覺得這會不會說 可以跟一跟呢 這個 不知道 其實我覺得香港發行 也不知道它是否肯定 其實問題是 不過不會 其實巴褲斯就會 在世紀前已經告訴你 這兩套電影我們買了 雷射都會 是的 最早在Facebook 在Facebook 你留意它們兩間公司 它們已經馬上說了 但onlock是不會的 甚至乎在Trader裡 你都找不到 未必找到它那個公司 但可能有些是onlock之後才買 很難說 有可能的 但如果這個是 即是我不在電影節 先理身了 會不會是電影節 可以考慮做多少少的其中一個範疇呢 嗯 還有其他花生事 不要要求這麼多 因為我那天去看20號晚 還是不知21號 應該是20號來的 它就臨時有一個就是 買鞋限量多少對 是啊 很有趣 它突然間有些神秘活動走出來 嗯 還有我看最後那一場 它是說 會特別送上一瓶金馬影展的 和某間品牌Corssover的一些氣泡水 這麼有趣呢 這件事我記得 亞洲影展好像有些長次 都是會送東西的 嗯 但是送不送東西其次 即是要贊助的 有時候要送東西 但是氣氛是真的很好 嗯 所以近一點便宜一點 是可以考慮一下金馬騎玩 還有最重要是你買票不難 那個系統很容易進去 因為有時候我們去國外看影展 有一個門檻 就是阻一阻到最多可能就是 買不到票這個因素 嗯 那金馬騎玩是你可以同步 那你就適合時間去買 嗯 那它的地點又方便 那步行距離 變成說廣場來說也都方便 對 所以可以試一下 或者金馬騎玩 或者金馬國際影展都可以試一試 想想辦法 那我們可以說回下個禮拜 這個下個禮拜 我不知道是不是依然是受這個 這個復仇者聯盟影響 都是只有三套戲公映 那有一套戲 今天大陸已經公映了 這套戲叫做低壓槽 是渣渣輝的第三套導演作品 這套戲很有趣 安樂針之前又花了大量資源 來宣傳他打死不離歌聲夢 但是相對來說 低壓槽好像比較低調了 嗯 那時候風神傳奇都是這樣 大細超的東西都是這樣 大細超是 還要做到政治都頗不正確 吸引到你們進去呢 但是渣渣輝這套 我看了頭兩套都要看的 哈哈哈哈 那另外一套 就是今年各種電影節有上映的 就是這個公義暗角 公義暗角就是去年 康城影展的最佳女主角 就今年康城影展都來了 對 幫幫上年康城影展 另外還有一套 就是普普我的初戀 純愛片 這個就是Love Simon 其實金馬奇幻都有上映 有有有 所以 奇幻影展來講 其實我覺得是真的 合大眾口味 尤其是這套 它在主流戲院都已經有宣傳 因為它會上正場的 我覺得不少 都拜這個 Call me by my name 所知 哈哈哈哈 那可以大家 如果看完復仇者 那你又想看一新片 那這三套其實都 可以入場的 還有一套 中英街1號有優先場 但已經敷了 敷了所以不算 這件事 那我是買到票的 Yeah 希望中英街1號 可以繼續上 我也希望 那這個禮拜 那就這麼多 下個禮拜我們再講戲 拜拜 拜拜